把画面交给场上的选手 目前安全区里队伍不多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队伍都跳到了东部这一侧 而且东部这边的高级资源区 路二四 竹林剑那边 包括金敖村 百联洞都是 而整个的南部三族大义所荒种这边的高级资源区 是没有人去的 有可能率先进入到败者组的会去那边发育 是 路二四这边队伍还是比较多的 HYV区这边已经是跟微博gaming打起来了 谭龙棍先打一下这边来看一下对面的拆火 这边生生血量已经掉残了 但是这个龙骨乱舞反打一手轨迹半径 怕他们点伤害半径 我应该是走不掉的 因为毕竟是个胡桃嘛 他没有什么反制手段 HYV这波落地下打得非常漂亮 直接收到了三个人头 两一剑给自己补充一波 哗吃一吃 应该看到附近有别的队伍想过来 圈架想签入 但是目前他们三个人状态已经都打好了 来晚了 这个花一吃两一剑 聚气的这个假量又回复 瞬间就好了 而且他们很有经验 HYH这边呢拿下了第一波争斗之后呢 发现了来圈加队伍 最少是两只 所以把位置往边缘去拉一拉 绕一圈去念诀山庄那边再送一走也可以 因为真不着急他们落地直接拿到了三个小材 现在可以稍微规避下战场 因为落日四目前看来起码有四队在里面 对的 JDG 上一把拿到了天选 但是目前看来好像他们的甲不是太好 两个白甲一个蓝甲 是 这边绿眼睛也是带着这个威仪啊 哦 他们屁股后面还有一个HQX啊 我自由攻马闲手 这位置已经开始被两到三方去射击了 不行就换个点呗 这地方不太好打一个游战院 这都在房顶远程武器消耗 打完了之后如果切入另外一队直接过来了肯定 是 我感觉这个点真站的没有必要啊 而且可以看到他们其实物资 不是那么的好 哦 这里有服了 打完第一波这个带去 是 打完三个人之后直接去开了一张服过来 米卡萨这边直接拨甲了 而且血线很残 但是一点都不花 我们这边有低气服啊 稍微打一波状态 给自己两一剑回一下 对 找人 不过米卡萨这里呢 自己虽然活了 但对面没溜住 而且温塔斯直接从山本那边往南撤退 好 来看野区这一波啊 战神槽 注意上了 地外主持人 凡尔哥独白战神槽 可以啊 他们也是玩的双变 目前他们在正面拼刀上还是有优势的 单盘选手还是在刀法上有一定的优势 但这边已经千分走了 找到了 现在不是特别远 看到了被战神槽他们看到了 哟 双抓 哦 双抓出来 还开出来了 多多 不过自己思绪 尽力了尽力了 HYH 依靠一个服啊 然后把别人赶出来之后 紧追不舍拿下三分 那这样的话 噢 也没有拿下三分 他们应该是拿下了一分啊 哦 LID 对面月山也是很残哦 想练了一批稍微打一下伤害 看看能不能收掉这个人头 但是目前看来 Aliance也是过来了 对 这个分数还是Aliance那边 五眼中K到了 那这样LID马上到时间 自己要往后撤了 两一剑 先把甲打一打 旁边全甲队伍有两个 Aliance这一波 阵型方面把握的不错 是的 孟孟那边也是过来了 方普拉兹出去这边可能想 我这边交了一个 矮人头没有收到 稍微等待一波 你们开枪了之后 我们自带远程武器消耗吧 对 帅锅也是把起岩放好 Aliance 他们 就第一波圈架 其实也是挺快的 但是还是没有赶上 没有圈到H byH 包括之后也是稳扎稳打 再看这个池量无名 到了 但是另外一次直接天降 这池量无名能不能跟上 帅锅第一时间 船 啊 还好 好船 但是 还行还行 稍微平威 帮 就有 挡一挡伤害 对 挡一挡远程武器 很细啊 可以看到他们的配合 啊 对面都已经半甲了 还要过来追吗 可能知道方术拉兹主角这边无尘 奥义也交了 我是最傻尼 对 我也不讣工作了 五两一剑这个锯器给队友的补充还是比较多的 很关键很关键很关键 但是小语还被修掉了 LYD也被抓了 哦 JDG也过来了 啊 这飞速是被无远充K了 很坚强 哎 他们这远程好准而已 这都要吃个花 无远充还行 无远充还行 好 挑战 金充赵一逼 然后我再走 我不深追 不过这个魂肿是归了JDW啊 JDW分数也拿下 魂肿他也舔 嗯 是的 莫莫这边吃了两朵花 应该也没有细品吧 花吃了就行 主要是自己的花能吃了就还好 对 算看也可以 对 停一 然后另外一侧 好乱啊 战胜槽 原地起立 看看近点这里能不能抓住 这个地方不是很好抓 对啊 目前有一个防御可以来回拉扯 是的 都差一遍 对 他们在人数上面是比较有优势的 他们已经是优先嘎了天路一个人了 神刀成功 另外一侧 白绝也没了 3打1 3打1 可以啊 战神槽 他们率领最近目前已经拿下了五个几百分 来看另外一个Lens 对这机器 情久意识在看 情久的位置 要看什么时候去切入 Lens能全身而退吗 来了吗 准备来了 如果这样的话 看京东 把人传走 是的 血腥太残了 而且目前他们也是没有奥一的状态 对 不过服务好像没传过来 Lens也传过来了 我没看清 好像没有 哎呦 被震了回马嫂 没武器了吗 换出武器啊 哦 换了个白武器 好规则 刚是紫枪 听动败者组 他应该没了 对的 微博gaming这边还是败者组啊 返魂次数也是没有的 Team4C这边拿到几个淘汰分数 还是比较舒服的 淘汰微博第一把分数足够多呀 你看这边 哦 是抓到一个人 直接拍下拍到暗夜 火灵场门被抓了 但是空战没有宅到 但是目前看来他是没有假的 李一这边也是疯狂磐石 一个旋斗斩直接被带走 瞬间那个花就被吃了 是的 哦 只剩凌场面 哦 三打二 凌场门应该也没有 马上变成三打一了 用震刀 嗯 这个时候好旧吗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好像附近还有另外一个 嗯 修稳了 知道你有吃脸无名了 我先把我的震开出来啊 这里就算晕到好像也不再好秒 哦 一个半月机 还是被还是被带走了 被灵异带走 对 好 JDW也是越打手越热啊 四个击败 他们在路尔斯附近呢 已经占到了不过多的便宜 但是这个暗玉好像不太好吃了 该走了 330被牵着线 你看330在滑步 没办法 血线比较惨 后面涛哥也是穷追不舍 你追我跑 放过我吧 哎呦 哦 330 奥义结束之后还是有假的状态 还行但是吃了一个纵箭器 看看队友能不能帮忙拆个火 哦 对面胡桃直接被带走了吗 是的 好快的集火呀 是的 奥义被带走了 天呐 而且这边在月山上的博弈好像 花皮也是胜于对方的月山 这边月山血量有点残的 另外一次二打一 哎呦 你看我不让你月山去帮自己自由拆火 场上变成了三打一 原地蓄地融摆尾 但是 锤子挣扎一下 对锤子挣扎一下 对锤子挣扎一下 他们队伍打得 有点好笑 就是 就是天海对天海 月山对月山 没错没错 好天路 谢谢你 190对 没船了 告辞 告辞 但是是船的就在旁边的房子 互相打一波状态 来个Round 2 对 其实感觉这波船 亦不是特别的大 因为他们当时其实在护甲上 也完全可以打的 主要是对面在雪阵里面 可能他觉得 打起来没完没了了 没错没错 好 这边不太月山开大 直接过来平A 好的踹到了 好龙白尾战士 对没有打掉啊 很可惜 太难受了 自己还反手吃了两次列地战 第三次列地也知道了 再被平A 这个金刚抚摸直接立起来 胡桃那边 血量还没有抬起来 而且白菜这里马上就要变小了 谢谢 哦手上抓到了一个 应该是直接带走了小张 嗯 小张到底 迪拜九七队他们阵容蛮腰的啊 无桃无尘加月山 旁边范普拉斯也就把周围的信息再收集 看范普拉斯什么时候上 但是天鹿这里先行往南部撤退 是的 而且天鹿这边打了那么久 也只是拿到了一个淘汰分收 对他们来说也不是很好啊 范普拉斯出去这边也是一切入了 转过看看LID 对 他们知道范普拉斯来了 他们没有想到范普拉斯去找自己的麻烦 是的 哎兄弟呢 怎么就IY的一个人 兄弟呢我兄弟呢 我知道啊 不是直接被平A黏住 哦一两一剑过来了 看看匕首粘人 哦直接被震掉了 而且戳的是另外一个队友 又被震 那边雪阵一开 该交奥义了范普拉斯 真的不交吗 回反断打一下两段 这边毛一刀然后继续戳 对面回到自己的阵里回复一下 一切 踢到了这一角 想瞧瞧了 这两五秒直接给 全是白刀 没有办法反击了 哇小伟这个奥义开的是真利索呀 可能上一把觉得自己有点 那傻哈 好传 好传 嗯收到了一个人头直接传了 而且目前看来 范普拉斯出去这边是拿到了四个淘汰分 虽然说 甲跟武器都一般般啊 没有特别好 对 但是节奏在他们开手 HYH第一时间劝月山也踢到了 但是被这边传走了 但是被这边传走了 不过他天不自非 米卡萨这边也是又拿到了九个淘汰分数 HYH 哇好强 这花都不吃吗 那么奢侈啊 这 该吃吃啊 你不能给别人吃啊 虽然全满了是吧 呃 你不吃就是别人的 嗯 这种东西 多多益善呀 是的 目前看来第二次卖元周 然后存活还剩33个人 其实三组打的话 节奏还是非常快的 可能是因为上一把地形的关系 对 到决赛圈的时候淘汰的比较慢 其实中期前期也是打架打的非常凶的 对 最后的决赛圈全是远程试探 人头爆发比较少一点 好 JDW拉扯 再拉扯一波 稍微远一点 看到HYH这边打完加勒的品魂中 品的很开心 知道对面奥义可能差不多了 算了 我们先溜一波 没错 而且他们那个位置距离安全区还有一点距离的啊 走吧 嗯 是的目前看来安全区里面只有Vintas这一队啊 是 下方步骤摊这边也是战神草这一队 应该是过来的时候不会遭遇其他队伍 而且步骤摊这边也是刷了一个巨风客 看看能不能抢夺一波 要去拿一拿 战神草他们第一把其实打的一番 但这把打得非常不错 来看这边LNS 弄上了HQX 是的 但是LNS这个位置好像要比HQX的位置要好一点 奥德尔拆了一个火灯还是拍出来了 对再推 等一下 站得高吗 短闪奥德尔拆了一个短闪 很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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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帅很帅很帅 两个大佛在这里相扑 这边是成功捞到一个人 但是没有办法拍下 我拍不出来了 是的 暴时间了 LNS的小羊还是被带走了 那这样的话在人数上已经列示了LNS 两个月山在对开 这里有没有机会啊 先把花披一披 目前是二打二的状态 这个时候可能两个月山的战斗啊 零一现在想拉一下自己的队友把胡桃牵救起来 对 倒地的都是胡桃 没有收集中的技能确实挺难受的 这边列地再打一下 但是一直在干扰 是的 哦 听说你想手撕我月山 接过来PG黄拆这风扇 是的 左左这个手已经是没有假的状态 零一被带走了 OK 这一波架打得非常漂亮 奥利斯还可以拉 对 极限时间啊 快点吧 这暗玉就在旁边呢 暗玉就在旁边啊 这边战胜槽他们经过了自己运营之后三个自甲 装备还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这个飓风客怎么说 他们好像不想争夺了 诶 其实很多队伍都想从窄边走 就发现了嘛 其实最开始看的时候 步骤三这边其实没什么队伍的 大家可能想要么就是因为飓风客 要么就是因为想从窄边走 可能觉得人少 队伍少一点 大家都从 基本上从天神城附近那边往进圈嘛 结果没想到 大家都从窄边走 大家想法都一样 是的 是的 结果就撞到了一起啊 撞到一起了 导致富泽三这边人特别多 是四个队伍了已经 五星九八也是六个五位下 能解吗 这不能解吧 嗯 解不太到 而且对面也是放了一个两一箭 在这里抵挡远程伤害 对 HQX 哎呦 左左 交吧 交吧 这队友这边 奥利瑟被震刀成功了 能不能帮粘一下 哦 宁红叶帮忙碾一下 哦 短闪 可以 被传走了 头头之间还踢你一脚 然后这边是昆仑杰踢到两个人 好烦 哦 米卡塔这边已经倒地了 但是两个人还是要先拉 拉得差不多了 哦 直接两个人拿青龙之力吗 对 先拿青龙之力 我以为会减到90% 等他起来之后我们再拿 这个好像是 他被拉起来 他是没有青龙之力的 当时可以解锁之后 然后再拉 有人来再秒拿 嗯 是 优化一下 来不及了 等不及了 真的 必须现在拿了 不拿就没机会了 对 也可能时间快到了呀 是 它有个倒计时的 这个箱子一落地 倒计时90秒 要不拿就没了 哦 哦 H.Y.H.米卡塔还在后面 品那个聚风客 但是队友已经跟别人打起来了 这边宁红叶 看看 我们是拿到了青龙之力了 一点都不怕的 Vik 直接踢一脚 武进技能 哦 胡桃 没什么办法呀 直接被H.Y.H.带走了 H.Y.H.目前看来 也是拿到11个淘汰分数 是的 这波青龙之力也是如虎天翼 但是有一个工程组 要不要respy一下 后撤一下吧 这个工程组 是没办法挪位置的 就是只能一个方向 只能在这一个点 调整方向 但是真有人进来 真有人上来 那么有吧 不至于吧 兄弟们 有青龙之力不至于闹熊吧 哇天呐 他真是上啊 真的凶的狠啊 你有中程度 我有青龙这个野球 对我不怕 哇还上了 还上还上 但是槽这就快破甲了 没错 我在上面立了一个金刚抚摩 给姆思思这个时候 应该是要下去了吧 不好抓了 哎呦这个角度好像都很尬 嗯 只要左边稍微空间大一点 才能抓吧 这右边基本上都会挡住 对你看330他就挂在这儿 嗯 怎么战神草结束了之后 他们要上来了 我估计 没错 怎么办 怎么办吧 凡尔哥跟独白也都是有奥义的 来了来了 再等会青龙之地也没时间了 然后战神草自己这个崩山子先下去了 但是上面好像被定时队站了吧 自己还能上来吗 只剩战神草一个人了 骗了个阵 而且这边直接把这个惊天地一开 感觉他们自己这个位置还能站 但是站住又如何呢 自己的月山队友在下面 再被手撕 凡尔哥上不去啊 在下面到处跑啊 但是被TIMCC三个人逮住 217直接开启了一个千军必毅 凡尔哥你是不是邪惨了 我不来 直接走了 不来了 葡萄也不怕 直接送进去 挖就完事 又凡尔哥 谢谢 再抬一口 双变阵容就这样的 真的是且打的 拉扯了半天 战神草这边还是把上面的攻胜都站住了 感觉他们打的就是消耗 而且这个位置也确实没有意义了 安全区刷走了 是的 好这边有一个追击 JDG JDG目前是没有拿到任何击败分的 但是装备还可以 不过在补给方面有点差 两个加分只有 上把的战神来OTT 钱也不多 就 就他们的钱 三兄弟凑在一起 只能买两个 加分 哦 这个飓风客可能要被HQX拿到了 是的 场上也没有啥商店了 最难不安于 这个飓风客啊 应该是在房子的边缘 不过这个飓风客 它是一个 金甲的飓风客 就它不像青龙之力那样是势在必得的 它们在拿之前还是要考量一下 嗯 Tim CZ也有这想法 HQH也有这想法 而且HQH目前是拿到了11个淘汰分数 对 HQX 天海没有奥义 白色的空间 曲风客刷了 有没有队伍解锁啊 Tim CZ那边好像去了 灰灭一切 在外围 这里 范普拉斯 范普拉斯暂时不着急进入到安全区里啊 范普拉斯 这边的装备跟DY9Z这边差不太多 对的 有 怎么感觉对面的火力好像更加的凶惨一些是吧 不行咱就不往这边走了 试探了一下 发现他们远着火力不错 那我就换个角度 找了一个很刁钻的缝啊 苗人缝 是 这里也是LYD找了个高点在射冷箭 但是运气一般 对面那边也不是安全区 所以这两个队都要面临后续进圈问题 知道我们可以看到 Windows这边也是拿到了一个金架两个支架 是 太舒服了 对 文塔斯这边在物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战略潮他们现在在慢慢等自己的奥义 我记得他们很早之前打过一架奥义全空的时候 怎么到现在还没好呢 嗯 那些大家都躲在那个建筑附近 远程武器很难消耗到嘛 嗯也有可能 更有可能是三排撒牛子 天赋全点精力 精力 哈哈哈 是有可能有可能 还真有可能 是习惯了啊 习惯了 就不全点精力我拼刀划不动 好这个安全区呢是往北部一个切角 然后呢 场上唯一的一个大房子呢目前没有人 但是那大房子比较低啊 可能被暂时那个战争槽 以及HQX他们那边所辐射到 因为那边还有个角度是在安全区里的 那个房子应该不太会有人站 因为他四面头风而且比较矮 对对比较矮 再加上大家很多选手都拿的是火炮 嗯 你也有火箭 哎呦 当心的我 我发现我们的红玉更新之后 真的是越来越好玩了真的 太爽了 满身的功能域 以前都有考虑考虑的近蛋 竞抗带几个攻击带几个 现在也不用考虑 往怀里往包里揣着死 对对 不用考虑的 是op那个刀好像震了两把 但是没有看到啊 没给到画面 不知道是谁被震了 哦可能是独白那边 对的看到了 直接淘汰了 是 对的 主要一致 继续站高点 这边在下个圈里是有一个角 是在安全区的 又是一个震刀 看看奥利岁这边 哦直接吃了一个佐佐 直接吃了一个百猎斩 能开出来吗 开出来 开出来 开出来了 开出来了 H1 H1 第一时间不想骄傲一样 他们想用刀去解决一些问题 也是成功逼出了这边佐佐的一个金刚触摸 所以他们来到了下面 等你截住一会儿这个点 高点他还想要的 诶 往右边看看 你这下面是真抓不着 你还不如看看去别的视野 别的视野看看 哦 抓不到 直接变小了 变小了 另外一侧那边没啥子好像是 不是 这谁不过来放了个气焰 直接吃零无名过来 就三个人 我的天呐 他把自己当菜上了 HQX做梦都没有想到 还有这样的一波 是的 而且昨天 这边刚开过金刚服务啊 目前是没有奥义的状态 但是五星球吧 这边也是明明咬掉了 怎么回事 起手确实打得特别的漂亮 但是后续的伤害没有更好 可能几乎我没有达到啊 没错 当时这一招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我说温泰斯那边 是放了个赤脸无名 没有想到瞬间就来到我们的眼前 这里中中 先拍一个风之牢笼 看有没有机会救一下自己的队友 在风之牢笼里 是的 队友倒在了暗域里面 这个暗域伤害还是有点痛的 可能拉布里咬牙 吹起来 太痛了 直接牵 牵走了 在外围 秒拉 快一点 好兄弟不放弃 另外一侧 这边LYD 也被低出了自己的奥义 变小 然后他们再数一下 那边树干的平台 好像是有所争夺的 京东以及竞CC 这里还能K到一分 这很酷啊 我自幼攻击 闲属 男T这边血线也很残了 只有半血了 看有没有别的地方 可以规避一下伤害 330 金刚护魔力起来 能不能够抓到人 330在尝试的抓人 我抓到了一个 但是队友能够补上伤害吗 在原地区对龙摆尾 哦 应该是拍死了 补上了 把米卡萨带走了 对 瓜皮那边原力蓄力的一个龙摆尾 也是拍中了 好 这边帅锅 已经开始找位置了 哦 330又抓了一个 带走了Win T 男神尽力了 哦 HYH 被330受到了两个人头啊 但是这个痴恋无名 但是这个名字 Kam CC 330 Kam CC直接被 帮帕斯出去残灭了吗 这应该是小伟的天降争议啊 这个天降争议太狠了 他晕到了两到三个队的人 如果自己的奥义没了之后 哦 直接选择 牵粉走 但是魂肿好像落下去了 这个树上是挂不住的 还会掉下去的 那没办法吗 那没办法吗 LYD你该减肥了 啊 这个位置怎么就 这怎么拉呀 兄弟们 这怎么拉 拉不了 这拉不了 LYD 心太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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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心太崩了呀 你把我牵粉 你说牵到树上 我拉不了就算了 怎么掉不下去 这半点啊 哈哈哈 没有人会想到啊 LYD救救孩子 哎呦 好准 晒过很准 海报这边只有死血了 哦 上线跟过去 绵了一下 劈一下刀 两个无撑的战斗 不好追的 不敢下去了 下面三个人 丢一下 其实这把风伐的猪拳 也是拿到了十一个淘汰们哦 没错 他们现在分数应该已经是特别特别稳健了 对的 还有一棵树 这棵树不就是LYD所在的那棵树吗 小英狗躲在空中再稍微的混一会 毕竟是个残边 两个人另外一侧风之牢笼是直接拍起来了 淋雨能不能走 好像被踢了一脚也不太好走 还行 还行 哎 没有 就差他们一点点冲冲找到了机会 但是这个时间能服吗 不太好服吧 Mintaz这边也是在干扰他们 哦 这些龙虎望无 哦 打到爱玉里面去打满了 还是规避了伤害 还有一四血进来了 没有被收到这个人头冲冲 又回到了自己的安全小屋里 这边棵树已经放好了 这个房顶 另外一侧宝贝萌萌抓人成功 直接拍下伤害够的 他是场上目前唯一的大伙 H-IH应该是全域淘汰了 没错 但是自己变小之后 把花一吃健康值也就一般 一般 温踏死 他们在这个房区已经忍了好久了 看他们什么时候出手 小伟现在就想把自己的吃链无饼打出来 怒气还差那么一丢丢 还有10% 小伟金色双结棍 还差2% 马上有了 想上高点 准备天降 但是猎猎猎猎打过来 直接传送 走了 那稍微规避一下伤害 不着急 小伟这边肯定要稍微打一下 上带吧 我不打 直接开启了个吃链无饼下来 这边对面是没什么掩体的呀 在中间这个地方全都能晕住 5星9 8 第二个吃链无饼也来了 他也晕了全场 帅锅在里面能不能成功收下分 对面是有个雪震的 来看最后的安全区里 雪量比较多的是那个胡桃 胡桃被震了 5星9 8那边状态也是不错的 帅锅不帅锅 原地放一个锯器 然后自己想吃吃到了花 花吃到了 一打二 好 一打一打一 应该没问题吧 走了有了 因为目前看来 OK 恭喜 帮普拉师叔就拿到第二场的天选之人 没错 好难呀 最后他们是两个人啊 成功天选 而且在击败数方面 确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拿下了14个击败分 知道 Vitas也是拿下了11个淘汰分数